图如松杀妻案经过复审之后,高仁杰将判决结果上报到了黄州府。 黄州知府蒋家年发现这很可能就是一桩冤案,而冤案的背后站着的却是胡广总督。 那么对于此案,蒋家年会作何表态?在官场潜规则与良知之间,他选择了什么? 就在案子陷入无望之际,失踪多时的杨氏竟然被人发现,他的出现又将带来什么改变? 在杨氏的背后又是史迪在一直操纵并影响着整个案件的影响。 阐西师范大学韩刚为了讲述《麻城冤案》第三次,杨氏还活着。 雍正八年,湖北麻城一年轻女子离奇失踪,丈夫背上杀妻罪名。 城外河滩无名男尸被认成女尸,白发母亲未免儿子再受酷刑,竟伪造杀人证据,坐视儿子死罪。 生死关头,被杀妻子却意外现身。 一起冤案为何审设了铁案? 惊动雍正乾隆两朝皇帝,是官场的黑暗还是律法的漏洞? 谁又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系列节目《麻城冤案》,法律讲堂文史版,敬请关注。 清雍正年间,湖北省麻城县发生一桩杀妻疑案。 麻城父父图卢松被小舅子杨武荣撞告杀妻,而图卢松的妻子杨氏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因证据不足,麻城支县汤应求将图卢松堂堂提罢。 然而一具无名尸体的发现,不但没能令这桩遗案真相大白,反而嚼起了一场风波。 吴广总督亲派自己的德义门生高仁杰赴麻城重新执案。 高仁杰是广济县代理居县,这次奉命来到麻城,这不仅仅只是审案。 他还要借机体调现任麻城支县汤应求并取而赖之。 于是在高仁杰的酷刑之下,图卢松招供杀妻,汤之县承认受贿,坚持验尸结果的老五座被活活拿死。 而那具最初被验为男尸的无名尸体,在验之后竟然成为女女尸,从而坐实了三人的罪名。 案件在高仁杰的主导下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图卢松、汤之县、李县宗三人被定为死罪命悬一线。 判决结果上报黄州府后,三个人的命运此时看起来就取得于黄州之府蒋家年的态度。 高仁杰的判决疑点重重,可此案却是自己的上级胡广总督亲自如伴。 姜家年左右为男,那么他到底会怎么办呢? 按照轻制,周宪做出了出审判决之后,要逐级上报。 因此案件很快就报到了上级单位黄州府。 黄州府之府蒋家年是外放的四品金官,为人精灵灵干,颇受上司的器重。 他看完了图卢松杀气案的卷宗后,立刻发现了其中的破绽。 什么破绽呢?第二次验尸时说,死者是因内部遭重击而死。 根据自己多年办案的经验,蒋家年知道,即便是肋骨折断,一般也不会死人,何况重击呢? 根据这个疑点,他又仔细查阅了卷宗,发现与第二次验尸结论截然不同的首次验尸报告却没有收入到案件中。 更令人生意的是,袁彦武座,李荣竟然被高仁杰活活打死在了工堂上。 李荣呢,因为业务精湛,经常被上级黄州府调去,提供专业意见,当业务顾问。 蒋家年也因此和他有过接触。 知道李荣这个人,不仅人很耿直,那么业务水平更是没得说。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因为拒不交代循私枉法的罪行,而被新任查案官当堂打死呢? 蒋家年知道,这起案件疑点很多,万万不可草率定案。 但是,这起案件呢,是胡广总督卖助,亲自督办的案件。 副审官又是总督大人的高足。 蒋家年心里很清楚,本案的判决肯定已经被总督大人认可。 经自己的手,不过是碍于法律规定,走一下程序。 上报,还是不上报。 此时的蒋家年如果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高人节的上报,可以说官场上皆大欢喜。 相反,如果不这么做,他很可能会得罪卖助,仕途也很可能会大受影响。 如果把这些加在一起,放在天平一端考量的话,那么天平的另一端就是汤应求,图如松和李建宗的三条人命。 还包括蒋家年自己的良心,到底怎么办? 他最终决定,还是平良心办案。 假的就是假的,成不了真,慎重起见,他没有上报此案,而是抽掉了下属四县的武作。 亲父麻成,再次饮食。 这第三次饮食可是事关重大,蒋家年为此亲自挑选了四位经验丰富的武作,组成检验团队。 这四个人一个个都是经验老道,资历深厚的行家礼手。 听说知府大人要带着四县武作,三厌无名尸体。 这个消息一出啊,匆匆赶来的高人杰,心里可是15个吊洞打水,七上八下。 他知道,这个案件是在酷刑之下才得以结案的,那证据并不牢靠。 还有比他更唏嘘的,谁啊?武作。 高人杰从广济县带来的这个武作,叫薛无极。 这个人呢,是个贪婪卑鄙的小人。 第二次验尸前,他收了杨家送来的50两白银,便正给您说瞎话,硬说河滩上的尸体是女尸。 现在知府大人要亲自验尸,岂不是要露虾? 黄州知府蒋家年顶着压力重新验尸,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为何验尸之后死刑判决还是被胡广总督卖住上报朝廷? 无辜的三个人真的会蒙冤而死吗? 和高人杰以及迈住的第一次较量没有起胜,蒋家年又会很快。 被有套衫的高人杰无法越过蒋家年,又源于清代的什么制度呢? 展西师范大学韩刚继续为您讲述《麻成冤案》第三集,杨氏还活着。 无名尸体再次被抬了出来,蒋家年一声令下, 四名五座同时走上前去,揭开尸布,拿出随身携带的工具,开始检验。 知府大人亲自督镇,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谁敢造假? 检验结束之后,四个人的检验结论完全一致, 与第一次李荣的验尸结果完全相同。 这是一句年轻的男尸,身上没有半点伤痕。 听到这个验尸结论,人群终一阵骚动, 薛无极脸都白了,额头上渗出豆粒大的汗珠, 高人杰也傻眼了。 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现代的情形。 事已至此,如果承认自己验尸错误, 那必然是前功尽弃啊。 于是,他一口咬定, 自己上次的验尸结论是正确的, 就是女尸,反正就是一口咬定, 自己的验尸结论没有问题。 蒋家年心里很气愤啊, 但他很无奈。 毕竟,高人杰是胡广总督卖住, 亲派的副审官, 自己也不好当众去斥责他呀。 只好摇了摇手, 说道,这些案子关系重大, 还是回牙重尝记忆吧。 就在蒋家年等人返回关牙的当天晚上, 天降暴雨, 大别山上的洪水咆哮而下, 停放在河滩上的男尸, 被冲得无影无踪, 案件刚刚有了转机, 最关键的证据却没了, 这下可真的是死无对证了。 得知消息, 蒋家年一声叹息, 而高人杰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连老天爷都帮我, 他赶紧向麦柱汇报了案件的最新进展, 麦柱呢也嫌蒋家年多事, 直接就核准了图如松三人的判决, 然后上报朝廷。 高人杰其实早已将案件的结果, 越即上报给了总督麦柱, 但同时还是上报了黄州府, 按说这事早已经到了胡广总督这, 又何必在意一个知府的意见呢? 因为清代刑事案件的审理有着明确的规定, 也正因如此, 才没让高人杰完全得逞,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理? 高人杰和蒋家年之间之所以会有这场遭遇战, 是因为在清代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中, 有一个审转制度, 啥叫审转呢? 在清代刑罚分五等, 由刑至宗分别是吃刑, 杖刑, 徒刑, 留刑, 死刑, 按照法律规定, 徒刑以上的案件必须逐级上报, 直至有钱机关批准才生效, 这种制度就叫审转, 根据清律, 刑事案件由周宪出审, 对于吃杖刑这种轻罪, 周宪有权作出判决, 那么徒刑以上的案件必须附上所有的证据材料, 逆律借府, 所谓逆律就是周宪的做出一个初步的判决意见, 那么到了府上, 府里呢, 要对押借来的人犯证据重新升堂审理,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则可以借升到审理, 那么到了省城, 先由涅斯对一省的徒刑以上的案件, 进行一个复合, 附设完了之后, 那么做出三种处理, 徒刑案件, 都府做出决定之后, 即终结, 流行冲军发遣案, 则需要上报的刑部去批准, 而这与死刑, 人民关天, 其最终的核准权在皇帝手中, 那么具体的本案, 高仁杰做出了判决, 图如松, 李献宗, 汤应求三人的死刑判决后, 那么必须报送到黄州府, 如果蒋家年做出, 与献审无益的批语之后, 就可以报到省城, 那么到了省城的是麦州的天下呀, 那自然是认认真真搞刑事, 杂杂实实走过场, 卖主意核准, 图如松三人的命运, 那就定了, 本案中, 蒋家年, 他利用把关的机会, 力求查清这起冤案, 如果没有蒋家年的出现, 那么这起案件, 很有可能就变成一起板上钉钉的铁案, 再也没有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了。 黄州之府蒋家年顶着压力, 重新验尸, 他与高仁杰过招, 明显就是不买总督的仗, 至于他的仕途有没有受影响, 我们暂且不飙, 我们先来看看高仁杰的仕途之后, 按理说, 一切都是按照高仁杰所预想的往前发展, 处心积虑一心想得到的麻城支线乌纱帽, 看起来就要到手, 可高仁杰最终却没能已冤, 那么这背后到底有何也行? 制造了麻城冤案后, 高仁杰因为办案有功, 由后部变成石兽, 去外地任职去了。 诶, 这高仁杰怎么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麻城支线一职呢? 原来呀, 高仁杰在当地大搞刑讯逼供, 民愤极大, 就连一贯专横跋扈的麦住也不得不掂量一下力挺高仁杰的政治风险, 所以他搞了个曲线救国, 命令上级单位黄州府来推荐麻城后任支线的人选, 那意思其实很清楚, 麦住就是想告诉蒋家年, 想想啊, 我现在不方便说话, 你就识相点, 推荐高仁杰吧, 你放心, 之后呢, 你肯定也有好处, 蒋家年敢于三艺无名尸体, 就表明他并不想同流合污, 所以他就揣着明白装糊涂, 推荐了陈鼎来继任, 陈鼎28岁, 精明能干, 蒋家年之所以敢于推荐他, 就是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最终能为本案发案, 陈鼎来到麻城, 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之后, 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没办法啊, 只等耐心等待, 为查明这起冤案的真相, 黄州知府蒋家年和新任麻城支线陈鼎, 并没有放弃努力, 但此时屠如松三人的死刑判决, 已经上保朝廷, 随时可能人头落地, 就在这时, 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失踪的杨氏竟然还活着, 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杨氏到底在哪里? 陈西师范大师韩刚, 继续被影响出, 麻城冤案第三次, 杨氏还活着, 雍正八年, 湖北麻城一年轻女子离奇失踪, 丈夫背上杀妻罪名, 城外和她奴民男尸被认成女尸, 白发母亲为那儿子再受酷刑, 竟伪造杀人证据, 坐视儿子死罪, 生死关头, 被杀妻子却意外现身, 一起冤案, 为何审成了铁案, 惊动雍正乾隆两朝皇帝, 是官场的黑暗, 还是律法的漏洞, 谁又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一天傍晚, 一个青年男子神色冲冲的来到县衙, 要求面见支县, 说有重要的案情要向支县汇报, 陈寧接见了他, 没成想, 这个青年竟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早阳市,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这个青年是生源杨童范的邻居, 今天早上, 他的母亲起得很早, 杨童范家的丫鬟闯闯进了自己的家门, 不好了, 我家夫人还没到日子就要临盆了, 老太太快随我前去吧, 见到杨夫人, 发现事情果然紧急, 胎儿的头部扭着, 包衣下不来, 产妇已经累得快虚脱了, 老太太就告诉杨夫人, 说啊, 现在需要多找几个人, 用力呢, 掐着杨夫人的腰, 往下用劲, 帮助她, 使劲把孩子生出来, 时间紧迫, 脱不得, 这杨夫人已经急了, 大喊, 三姑救我, 话音刚落, 从屋内的夹壁墙里, 跑出来一名美貌的女子, 女子匆匆跑出夹壁墙, 猛然看见有外人在场, 赶紧就我会跑, 跑了两步, 知道, 已经被人看见了, 躲不过气了, 犹豫了一下, 便紧走两步, 扑通一声, 跪在老太太的面前, 流着泪说道, 小女子杨氏, 避祸在唐兄家中, 今日事情紧急, 被老妈妈看见了, 求老妈妈千万不要对外人提起, 小女子这乡谢过妈妈了, 说完, 便跪在地上, 咚咚咚的给老太太磕头, 此时, 得到消息的杨同范, 也从外面匆匆的闯了进来, 不由分说, 硬塞给老太太十两银子, 摇手嘱咐老太太, 不要外泄此事, 杨同范是个声援, 他在本案中是第二次出场, 让我们先回到他的第一次出场, 那是在舞座李荣验尸的时候, 当时杨伍蓉质疑尸检结果, 有人大闹尸检现场, 旁边拉着他的这个人就是杨同范, 杨同范的两次出场, 都是在本案极其重要的场合, 虽然出现次数不多, 但这个人在本案却至为关键, 能把杨氏藏在自己家中这么久, 而且消息是密不透风, 就凭这一点, 他也不是个一般人, 现在杨同范让邻居老太太保守秘密, 可老太太的儿子, 又怎么给支县陈鼎报案来了呢? 回到家, 老太太一言不吭, 沉思了很久, 然后把儿子叫到跟前, 对他说道, 天哪, 真的有鬼神显灵啊, 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吗? 儿子满脸挂着问号, 问道, 谁啊? 老太太说, 涂家的儿媳妇杨氏, 他没有死, 就藏在杨同范家里, 涂相公和汤之县, 果然是被冤枉的, 儿啊, 这件事咱不能不说啊, 不然是要遭雷劈的, 儿子满脸头, 老太太就把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详详细细的告诉给了自己的儿子, 然后说道, 儿啊, 夜长梦多, 你现在就带着这十两银子到县衙去找知仙老爷, 求大老爷祝辞公道, 听完青年的陈述, 陈鼎那是喜出望外了, 他表扬了青年母子, 祝福他们切勿声张, 并且正通的表态, 你们回去, 你们放心, 我自有办法, 一定会替前任汤之县, 深渊, 失踪已久的杨氏还活着, 这对本案来说可是个天大的消息, 他的人见, 可以说让这桩冤案峰回路转, 那么失踪了这么久, 杨氏到底去了哪里, 他又怎么会出现在杨童范的家里呢, 他和杨童范又是什么关系, 杨氏, 早先是王祖儿的童养席, 王祖儿死后, 他就嫁给了图书松, 既然你做了图家的少奶奶, 你就好好的过你的日子吧, 而他遍布, 暗中一直和王祖儿的侄子, 冯大同奸, 这次因为老太太生病的事情, 他和图书松发生了争执, 出了家门, 他一想, 去哪呢, 回杨家吧, 图书松肯定会去走, 干脆去冯大家夺夺吧, 这杨氏呢, 就在冯大家一待, 就待了一个多月, 谁知道, 他的那个草包弟弟杨武荣, 竟然把图书松给告了, 冯大呢, 只不过是贪图杨氏的美貌, 他可不想因此而惹上官司, 于是呢, 他就来找杨武荣商量, 这杨武荣一听完, 鼻子差点给气歪了, 杨武荣本就是个破皮污赖, 他这次之所以这样出来闹, 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事, 吓吓图家, 狠狠地敲他们一笔钱, 没成想, 自己钱就要刚早来赵丹尔, 做证人, 把图书松告到官府, 就后脚, 姐姐找到了, 还欠出这么个丢人事, 怎么办, 思来想去, 他想了一个办法, 还得找个人, 把杨氏继续藏起来, 这个人, 不仅要肯接纳杨氏, 还得安全, 不能让别人找到, 他想到了一个人, 谁啊, 堂兄, 杨同范。 按照原媒在书麻成狱中的记载, 杨武隆找到堂兄杨同范的时候, 杨同范不但忙口答应, 而且还向杨武隆保证, 杨氏藏在他家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他是生员, 没有人会去他家搜寻, 那么杨同范, 为什么会拿自己的公民担保, 懒惰这样麻烦事呢? 俗话说, 无力不起早, 杨同范这么做, 也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原来啊, 他早就瞄上了自己这个美貌的堂妹, 杨氏来到杨同范家后, 为了打消他站住的念头, 杨同范还耍了个手腕, 他吓唬杨氏, 说, 服装已经报官了, 官府正在四处挤拿你, 而抓住了, 那就要关进监狱, 杨氏气得是破口大骂, 此后, 就一门心思的躲在杨同范家的甲笔墙里, 逼活, 时间长了, 两个人也就勾搭上, 后来, 听说河滩上发现了无名尸体, 杨同范眼注意转, 静上心来, 他把杨武隆叫来, 告诉他, 咬一口咬定, 这具尸体就是杨氏, 栽赵给屠如松, 随后, 又派人给武座李荣送钱, 希望他能把这具尸体验成是女尸, 但被李荣言辞拒绝, 然后呢, 他又雇了一批泼皮, 在验尸现场上起哄到事, 整得潘恵雄没办法, 霍西尼没有及时上报验尸结论, 给了他们捣鬼的时间, 之后他又派人到省城四处去散播流言, 力图把这个事情搞大, 让上级来附身此案, 果然, 胡广总督迈住, 派自己的高祖高仁杰下来复查此案, 那么杨同贩又派人给高仁杰带来的这个武座薛无极送钱, 这回贪财的薛无极收下了, 这才有了二次验尸时的乾坤大挪移, 原来杨同贩才是这起烟案背后的主谋, 他之所以介入此案, 积极的谋划, 就是想要坐实屠如松的死罪, 以便达到永久占有杨氏的目的, 蒋家年, 陈鼎, 这两位有良知的官员, 先后登台亮相, 使得案件终于有了转机, 但是此时胡广总督迈住, 已经将图如松三人的死刑判决上报给了朝廷, 如果朝廷一旦核准, 三个人可就要开刀问斩了, 时间万分紧急, 杨氏的意外发现, 能否使得本案峰回路转呢? 明天我们再接着讲。 图如松杀其案案发五年后, 图如松的妻子杨氏却在杨同贩家意外现身, 此案铁正如山, 眼看就要真相大白, 杨氏和杨同贩二人却同时翻过, 那么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明天的节目里, 陕西师范大学韩刚为您讲, 麻成冤案第四集, 翻案不明。 我们下一个人之后,